其实做妈妈的 哪一个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 我一直都很想她 等我放下心结去找她的时候 却再也见不到她了 逗逗啊 你妈妈看到你现在过得很好 她也就安心了 现在想想 妈妈留给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用你们家的面 做的那碗面条的味道 所以我就找到这儿来了 来 以后常来啊 逗逗啊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一个星期以后吧 那好啊 我请你五天之后再来一趟 我得让你尝尝 妈妈做的面条的味道 真的啊 当然真的了 那太好了 都给我听好了啊 这下一文比赛的题目那就是 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那五十年之前的那个味道 还做得出来吗 对啊 那 那个时候 没有六月仙寄精这些东西的 好了 就这么定了 你们去准备吧 哦 啊 藏什么呢 拿出来 没有啊 没有 刚才我同时走过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你藏什么呢 快拿着我看看 那么想知道啊 那你把眼闭上 我就告诉你 干什么呀 还搞这么神秘 会闭上眼睛吗 好 我闭上眼睛 拿好了 你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吗 弄得五颜六色的 我想用这种方法帮你找个味觉 这不同的颜色呢 代表着不同的味道 你看啊 红色的是辣椒味的 辣的 这黄色呢 是菠萝 有点酸 有点甜 这黑色呢 原原 谢谢你 别客气 快尝尝吧 你喂我 好 好 好 吃出酸甜的感觉了吗 没什么感觉 那你再吃炒天椒 好 辣不辣 还是没什么感觉 好了 别着急 这个事情急不来的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我会多把它吃光了 我还有一个文件要处理 处理完 我们出去坐一会儿 好的 我等你 好 等我 那我先走了 不是 我都出轨了 还不能离婚啊 不能 你们婚前是有协议的 你不能主动提出离婚的 真舒服 小姐啊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你每天工作那么辛苦 我做这些 算什么呢 行了 来 该画我了 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 来来来 坐下坐下啊 没事 不用了 你这么累 你不一样辛苦吗 别伸眼睛 试试我的手法啊 放松 放松 姐姐 姐夫 打扰了 小枝啊 我热了牛奶 给你拿一杯 喝了睡眠好的 真是太感谢了 千万别这么说 那个 姐最好了 我明白了 那好 姐夫 那你们早点休息 我走了 好 你也早点休息吧 谢谢啊 小枝什么情况 怎么还给你热牛奶啊 他有把柄落在我手里 把柄 跟我说说 什么把柄 不告诉你 爸爸从小教你怎么做男人 你还记得吗 男人要信守承诺 男人要勇敢担当 男人要谨言顺行 男人 好了 你做到了吗 爸爸跟妈妈离婚这么大的事 那是打死都不能说的秘密啊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说出去了呢 对不起 爸爸我不小心说出去的 你一不小心 差点断送了我们翻身的机会啊 你知道吗 行了行了 他都认错了 不就完了吗 不行 是我们没头没脑 将来怎么认错大事 那像你 能成什么事啊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我告诉你啊 孟杰那儿我已经弄好了 他应该不会揭穿我们的 现在 来看着妈妈 没事啊 下次不说了就行 好不好 嗯 乖 讲了一个小心如果 下次肯定不会再说的 对不对 嗯 替曰妈妈 没事儿 乖 家的味道 到底什么是家的味道呢 想想啊 家的味道 这五十年前 女儿妈妈做的面 是什么味道呢 五十年前的 我真不知道 我没那么老啊 可是话说回来了 面嘛 是我们面厂的面 嗯 那味道 我觉得 肯定就在那个汤 和卤汁上面 那汤料有什么秘诀 嗯 这 哎呀 干嘛那么费脑子呀 跟那个什么 刘姨的女儿 打个电话问问吧 就行了嘛 瞎来呢 又想作弊被发现 哎 什么作弊啊 打电话跟她闲聊一下嘛 我跟她闲聊过了 她告诉我 那么久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不是 那还挺可惜的 哎 喂 哪位 在 什么事 妈 妈 哎 怎么了 宋阿姨给你打电话 哎呦 宋阿姨啊 喂 宋 这 什么 正你往人家脸上泼水啊 哎呀 哎呀 这孩子 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她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哎 哎呀 这你这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又是您缘分 泼水啊 泼热水不就会毁容了吗 虽 虽然我也 人 人到中 中年 但我有 有钱 有钱 像我这样 有钱 有月 啊 月历的单身贵族 那扑到我身上来的 年轻小姑娘 多多了去了 我觉得你年龄有点大 你还能生 生孩子吗 婚前最好去检 检查一下 啊 这样保 保险 我比较喜欢范 范 范 冰冰那种的脸型 瘦 好看 你有 有点胖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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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 对啊 减一点就行了 不用太多 干 干什么 找找找 你的年年年轻小姑娘去吧 神 神救病啊你 神救病啊 大叔说了 崔个家庭这 姑妹他还是在外面相亲呢 他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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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合成这样了呀你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相亲的现场吗 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我这儿还难受着呢我这儿 你这是军事重地 不能随便来啊 你 你跟人家喝那么多 那你们关系发展得还挺快的吗你们 我俩不是一般的进展客 我们是那个是 一见如故 两情相悦 三生有幸四目相退 我 我 五体投地 我还真是对你五体投地了 既然你们那么有缘分 那他干嘛 干嘛不送你回家呢 那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睡觉啊 我喝大了就想睡觉 不是那你睡觉你回家睡 那你睡我这儿干什么吗 我就不回家 我就要 我这儿睡 不行 你不能睡我这儿 你 你 你别吹这儿呀 我 水 我要喝水 好好好 我 我这儿就给你去拿啊 来 喝水啊 来 起来 喝水 水来了啊 来 来 偷痒一点 来 痒点 来 痒点 来 好点没 你看 躺下 我年纪大点了 怎么了 我就瘦女了 怎么了 何那么大 我没见过这种人 我犯得着替你来评价我吗 坏人 这该怎么办呀这 不 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样了 妈 关机 关机 这死压的上哪儿去了呀 妈 肯定有问题了 那么好的相亲对象 给人家泼水 还不是有问题 就是 这个郑莉的问题 就是太挑剔了 你说能不能 是因为郑莉已经有了男朋友 但是不敢告诉我们呢 不可能的 她要是有男朋友 早就告诉我们了 也有可能是 她觉得条件不太好 不好意思带回家来给我们看 应该不会 如果郑莉真正有喜欢的人呢 起码带回来 让爸妈见一面吧 姐夫 不一定 万一再找回来一个丑八卦呢 来来来 能比你还丑 胡说 我就是胖 不叫丑 而且我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你那叫又胖又丑 别说了 你们一家真是 又胖又丑又长又八卦 你那一家才八卦呢 你才丑呢 胖子 把我平时训你的绝活拿出来 吓死他 还有所有吗 一个就能吓死他 你要是再敢说我胖说我丑 我就吓死你 吓死他了 好痛啊 喂 听闻是哪位 福利院 对 我是 院长现在状况非常不乐观 随时都有可能 他临走前一直想见您一面 您亲自过来一趟吧 对不起院长 对不起院长 您要走了 我很心痛 也很轻松 我知道这样很罪恶 可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请您原谅我 你喝了酒还怎么开车啊 我没喝酒啊 我今天开车怎么可能喝酒呢 最后一杯 你喝的就是白酒啊 这么沉啊 快 快 快 许总 许总 快快快 快快快 在这边的盈余 才好说关系 第一次 想抱着你 不忍你伤心 告诉你 我比他更爱你 我比他更爱你 深爱你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我不是你唯一 别放弃 我懂得珍惜 只要你愿意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相信爱会有奇迹 不是说好了等我的吗 怎么一个人先走了 只要和你一起 就算失去自己 也不可惜 辞职 还是没勇气 和你拎距离 在朋友的领域 才好说关系 还是没勇气 和你拎距离 无论你伤心 告诉你 我比他更爱你 深爱你 为什么辞职 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相信爱会有你 徐健 我问你为什么辞职 我已经对人事部的人说了 你 也不可惜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吗 讨厌到你连工作都要放弃 不是 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对我都好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辞职 只离开我就是对我好吗 是谁允许你擅自闯进我的世界 又擅自离开 就连争斗我同意都不需要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我心里也会难过 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两个在一起 是不可能有未来的 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会明白 你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你为什么不能拿出 当初你抵抗不幸的勇气 来努力一把 去争取你以前可能的幸福呢 允许 你是有勇气的不是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忘掉过去 忘掉对我的偏见 我们重新开始呢 因为那样你会受伤 我也会受伤 我们的家人都会受伤 我不准你离开我的世界 给你说一下 我来给爱你了 我是孟杰 你还记得我吗 孟杰 孟杰 是 是 就是我 二十多年前 去美国的那个孟杰 因为顽皮 让你格外费神的那个孟杰 是 他还记得 妈妈 这些年龄 我真的很想 我经常祈祷 让你能够健康长寿 我可以有机会 未来孝顺 妈妈 春夏姐姐来了 妈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去美国了吗 我 你先看妈妈吧 我待会儿再跟你解释 你怎么可以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有我不得已的理由 我 你还是看妈妈吧 我 念着妈妈 我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我不想见到你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妈妈 这是春夏姐姐 妈妈 妈 我知道是她 她是一个坏 坏了良心的残忆 我不想见到她 你这么多年 做了这么多 少 少天害虑的事情 我 我 一直想让你 死去运用的父亲 可是 你没有 你说 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 都不受到谴责吗 院长妈妈看来情况不太好 精神有点模糊 你 你悔改吗 我 我真的 想让你刺激 我想让你刺激 妈妈 妈妈 院长 别激动 别激动 院长 快 快叫大夫 医生 医生 快 请大家先出去 走 好好看看 我是没有时间 来孝敬妈妈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明明没去美国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目的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事吧 告诉我你去美国 让我放松防范 然后再来个螳螂捕蝉 你决定在说什么呀你 我没有去美国 你的反应这么强烈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有什么事啊 我有什么事啊 我只是不喜欢别人说话不算数 出而反而 之前我就觉得你也特别奇怪 你这么极力要我去美国 那么怕我在国内生活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请你不要转移话题 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去美国 因为我找到了真爱 结婚了 结婚了 我结婚 你会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好 你结婚了 祝贺 既然你有你的家庭 我有我的家庭 我希望我们以后 不要再来往了 各过各的日子 这人 怎么可以变得这么无情 有了钱之后 就可以留情不认 马上要撇清关心了 院长妈妈 小时候对我多好 这时候 不该多陪陪她 小杰 妈说你今天晚上 可能要陪夜 特地熬了汤 让我带过来 你们院长没事吧 可能熬不过 今天晚上 没事的 嗯 别想那么多 说好了 说好了 你辞职的事 就当没说过 不许反悔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 站好的战友了 不管为了的战争 有多么的残酷 我们都要共同面对 一不许当逃兵 二不许当叛徒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我当然有了 我现在很开心啊 因为我们两个的关系 终于拆埃落定了 那 那我先回家了 再见 你就这么走了 那干吗 啊 你笑什么呀 你长得太高了 我抬头看 只能看到你的下巴 都看不到你的眼睛 看不到眼睛是吧 嗯 看 我的眼睛在这里呢 看过了吗 看过了吗 圆圆 爸 妈 叔叔阿姨好 小伙子 你来了 哎 妈 你们出去啦 我小时候待过的福利院的院长病重 我们去医院看他 哦 对了 进屋聊吧 不了阿姨 我改天再来拜访吧 嗯 我们进去吧 路上小心啊 嗯 嗯 对了 再见 再见 圆圆 嗯 等我进去 我有会儿要跟你说 哦 那你快进去吧 嗯 拜拜 好 圆圆 你给我说实话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奇迹谈恋爱啊 这不明白着吗 你还为什么呀 我要她自己说 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 为什么 你别管 好 圆圆 咱们家跟奇迹谈是门不当户不对 差距太大了 你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的话 是不会幸福的 老公 嗯 你已经受过一次伤害了 爸不想看到你再一次受伤害 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啊 我看你啊 真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谨慎 奇迹谊 奇迹和林天佑不是一样的人 我知道 奇迹的人品是不错 可她也是个富二代啊 她跟圆圆 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圆圆 好好想想爸跟你说的话 好 圆圆 别听你爸的 老古董 老观念 妈妈觉得 奇迹是个好孩子 我支持你 怎么样 很爱他吧 大胆接受他吧 妈妈做你的后腿 杜春晓 你拿孟杰的孩子 换了你夭折的孩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人在做天在看 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能瞒得过所有人的眼睛 你能瞒过你的良心吗 妈 我吓到你了 没有 妈 有件事我想跟您聊一聊 妈今天累了 改天再聊吧 您怎么了 您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可能是老毛病吧 受了点疯 头一点痛 要不要我上去 给您拿点衣服 不用了 你累了 上去休息吧 好 那我先上去了 您好 我是福利院的小刘 院长刚刚去世 打完 您好 让我找到了 从现在开始 安齐元由我保护 任何人对他不利我都不允许 尤其是你 请听好 安齐元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女人 请你离他远一点 讨厌的家伙 要不是他 原来也不会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我给他付出那么多 他为什么明天去爱彪的国婚的女人 你来干什么 猫库耗子 阿姨怎么来了 安全图你辞职啊 什么 明天是你爸爸的生日 他说明天晚上家人一块吃饭 这什么意思 他把这个女人带来干什么 我导致的今天 把安全正式介绍给了妈 你 妈 这是耍我们是不是 你太过分了 找我的小片子 为你养育捧小子 你为我买了你的钢子 我自己也拦好了小身子 我不想要什么大影子 只想大概是过日子 看着身与大家子 天明生的心间子 让你们过生好日子 我才算是真汉子 我不会买那些空架子 最重要的是过好日子 最重要的是过好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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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我也没办法了 一天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